我们又回来了 开启不是这样你上来 你下去 我们又回来了 又是好久没讲了 我们这个频道依然是不定时的在更新 一转眼又感觉了 天气多冷了 穿上了我的小马甲 这个是什么毛衣 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买的 这个是草泥马的毛 羊驼毛衣 草泥马的毛 这可不是造化 这是真的草泥马的毛 很舒服 好像你有很多的花药跟我说 对 因为年底了 然后我就常常在网上 不管是什么刷social media还是什么 看到就是很多老师出来讲解一些 老师 对 星座老师 开始讲解一些星座 结果年底他们才出来吗 他们好像一直出来 没有就是现在就会更频繁看到 然后我就想说 那可以来聊一下就是星座这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觉得很有趣 蛮喜欢星座这个话题 对 我还好 我没有很into星座这些东西 你小时候不会看星座吗 就是中二的那个年纪会看 高中那个阶段就是差不多 以前偶尔会看一下 但觉得后来就觉得很无聊这些东西 就是它好像看鸡汤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种感觉 就你这个星座可完美了 每一个星座都可完美 每一个星座都可以套在另外一个星座上面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准 像以前小时候我就是会买一些杂志什么之类 然后杂志的最后面就是都会有星座 是吗 对然后我就会看一下 你们很喜欢聊星座 对啊 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星座后面就是都会 都会写说这周运势怎么样 你的星座里面这个礼拜带给你幸运的星座是谁 或是说匹配什么之类 你们有准过吗 有 其实很忘 当作聊天话题 就是你认识新的人 对对对对 我觉得当作聊天话题是可以 对 大陆这边好像没有很 都没有很into星座这些东西 就是啊 你什么星座 你这个星座 就知道一下就好了 不会说你这个星座 所以你有这些特质 所以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好像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不会啊 这就只是这个聊天话题 但是你们老师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们老师好像就仿佛就是不能跟这个人 对不对 不能跟这个人解释 我觉得是因为 那只是老师 我觉得一般人还是 还是就是不会这么夸当 是吗 就聊天的时候 姐妹可能交新的男朋友 我怎么样 就说 什么双子座 射手座这种就是 走开 双子座什么 我就是双子座 走开 一开始好像说双子座 好像负贫蛮多 后来又变成巨蟹座 负贫蛮多 好像又变成什么精油 一直轮回 就是好像是这样 那也许我算是不幸的吧 因为老师这么黑双子座 但是我还是 你也很幸运啊 你就是一个反例 对不对 我还是跟双子座结婚 因为我自己是天秤座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 对 好专业的词汇 对 像我们就是风向星座夫妻 那风向星座夫妻有什么特质值呢 老师的意思就是理性 讲道理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比较 你的讲道理是爱讲道理 还是说这个人 就是他很 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假如说我很想逛街 然后我邀请你去逛街 就说我接上去买东西什么之类 可是到达现场的时候人很多 今天如果是风向星座像我 我可能就会看到你 你就会跟我说 人很多我们还是不要 我们去回家 就回家 我就会讲道理 我就会说OK 讲道理 我们很讲道理 准 可是就是因为就是讲道理 所以变得说 我们比较不浪漫 你的不浪漫是指这个 对 罗曼蒂克我们 你看如果节假日 我们就不会想去人路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道理 我们就会想说 你不能 我觉得你这个 世语人路的地方就是罗曼蒂克 这个我不能接受 在家里我们也可以罗曼蒂克 你看我们 今天摆一只蜡烛不就罗曼蒂克 身性良薄是什么东西 加难搞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继续讲下去 因为如果刚刚你的老婆 不是天秤座的话 不是风向星座的话 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天性良薄 他就会觉得我想要逛街 你为什么不逛 你为什么不逛 因为这些人你就打退堂鼓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就申请良薄 你就很难搞 你就连一点人 你就没办法 你就没办法 接受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确实是 我们 好像我们比较随和一点 对 他就是说我们 我们是个性 是比较自由奔放 所以我们很多时间 都宅在家里面 对 然后心情多变 就是我们两个很容易 变来变去 我没有 你有 不reasonable 不讲道理了 开始了 老师说我们 风向星座就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天秤座 然后你是双子座 然后我自己上网查了一下 就是说 天秤座跟双子座的配对是90分 满分100分 满分100分 我们算很高吗 第一名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名 因为 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啊 那我们还在 还没有离婚 他说 那我们就看下去嘛 如果我们到处离婚的话 那老师就是不准 好 看下去 他就说 反正双子座跟天秤座的组合 是一个 超成的欠职 轻松的生活 非常有默契 他的有默契的意思是 不在于动作 例如说你动作很宽 然后我动作很慢 可是为什么老师说 我们有默契 是我们心的范围一样 Hot 对 这个Hot 对 就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价值观 是 是并行的 这个你不能否认吗 你看 老师很准 对 老师讲呢说 双子座老公的总体 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如果你的老公 也是双子座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就是思维多变 嗯哼 对 然后呢就非常善变的一位 这个还好 无拘无束 还蛮无拘无束的 然后呢在充满好奇心 很敏捷好动 敏捷你是不是 我身体很敏捷 我不是身体 像这样 我是 就是头脑敏捷 哦 头脑敏捷好动 然后比较 比较不安分 孩子气 但是很聪明 看一下如果大家有 我本人是觉得 有双子座老公的话 看一下准不准 我本人是觉得这个 这个可以套在很多的男人身上 不是只有我 不是只有双子座 例如说有些女生 他就不想要喜欢孩子气的人 所以你是喜欢孩子气的人 我没有啊 我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看说 这是上运是不是 如果我结婚前看老师说这些事情 也许我就不会结婚 呵呵 你就错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姻 呵呵 好那老师是说 然后双子座老公的优点是什么呢 嗯哼 善争辩 口才好 反应快 幽默风趣 积极主动 诶 幽默风趣 嗯哼 幽默风趣真的有 你也不差 呵呵 善争辩也是真的啊 因为你很爱争辩啊 爸 那你要这样说 哪个男人不爱争辩 对不对 前两天我们 群里面散恶男人 还因为有一些事情在那边争辩 因为有些男人就会想说 算了就是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男人 你看你 你看你 我遇到男人为什么都喜欢跟我争辩 你看你看 反应快啊 你看现在又开始跟我争辩了 然后反应又很快 所以我就讲不赢啊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可不要这样说 我没有讲赢啊 你这样说我还 我没有讲赢 我都是你赢 然后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 双子座老公的缺点 很容易低迷 真的 就是会一直演自己是忧郁小生 就是啊 老师讲的没错 耐力差 可能是需要运动吧 所以说你没耐性 不要没耐性 这确实是啊 因为你看刚刚排队一下你就已经不爽 谁喜欢排队 你刚刚我们前面的人也排得很开心啊 那是小孩子啊 我跟你讲你现在这样讲的话 很多其他星座的老公就会过来骂你 因为你 因为他们就是很会 很喜欢排队 不是他们会 没有人喜欢排队 他们有耐性啊 有耐性 他们不会生气 我有 我的耐性 不会用在排队 你看你开车 你开车也是很激动啊 所以有些男生开车就是很 就知道很安全啊 说我 我还是多不安全 我也没有每次把你安全的送回家 对不对 然后孩子气也算是一个缺点 它是可以是一个缺点 也可以是一个优点 然后就是比较敏感 我不能同意 反对 然后不外乎就是 双子座那些就是你知道 可能花心什么之类这种东西 好那我要来问问你 花心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 等一下 可是问题是老师有讲 就是双子座在婚后 婚后的双子座就跟 这还有婚前跟婚后的区别 对对对 婚后的双子座的老公就非常可靠 因为他非常重视家庭 所以这确实是 然后会拼命的守护家庭 不会容易背叛 然后脾气会有很大的改善 确实有 你跟以前跟现在 你确实现在改善很多 虽然现在脾气还真的差 但是以前更差 然后对于生活的琐事 不会计较 这一点老师讲的很多 这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真的我觉得 双子座的老公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就是他真的不会计较 生活上的琐事 就是那种小事情 他就会觉得说 他不要管 就是 就是这种事情 他就是他就过去了 就是或者他真一简 比一简 你这个这些优点 包括婚前婚后的这些优点 我都不反对 但是 我觉得这些优点 这些特质 可以放在很多人身上 就是说其他星座的 可能也同时具备有这些特质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公 不是双子座 并且还具备这些特质的 麻烦也让我们知道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些特质 好的这些特质 可以放在 就是说很多人身上 这个对于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如果 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公 也有这些特质的话 对不对 下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对不对 到底这个是双子座的特质 还是说这个只是一个 好男人的特质 我觉得应该是说 就是这只是归纳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准的 就是说大部分的双子座 会有比较突出 比较突出 我不反对就是 其他星座也是会有这些特质 只是没有那么突出 就是这些是比较突出于双子座的特质 那你为什么一直光讲我 你没有查天秤座吗 我又有查天秤座 你有查天秤座 对天秤座的老婆呢 她的整体的一个 我可以有评价 欸其实我 你现在说我来看看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老师也讨厌我 因为老师说我虚伪 老师不喜欢风向你 你很虚伪啊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虚伪 老师说什么啊 不是 因为我的虚伪真的是 因为有时候我不熟的人 我没办法 我真的会虚伪啊 那这个可以套在所有人身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是很毒舌 但是我心里很善良 可是我就是我讲的话 我们不太好听 就是但是我心里是善良 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就是我可能会讲一些 就是比较不好的话 但是我只是为了对方好 可是我会讲一些 就是比较不好的话 但是我就仅限于就是 我比较熟的人 所以老师才会觉得我虚伪 对 然后双虫人格 就是我 你也有双虫人格 我也是双虫人格 因为天秤跟双子都是两个 所以就是就是会 天秤有两个 所以他也是双虫 也是双虫 那双鱼也是双虫 那两条鱼 对 还有什么说 他的双虫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有时候会感 会很感性 可是我有 但是有时候就会冷漠 那谁没有感性的时候 谁没有高 开心的时候呢 对不对 就是他可能就觉得我比较 我比较表现的比较突出 就是我可能有时候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你觉得没有吗 老实一讲我就觉得好像是 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 我 那可能是你 只是因为你立嫁要来 对 也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真的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 就像我说讲话 我就会觉得我讲话真的是 很讨厌 可是 你 可是 可是我的当下 我在讲那些话的当下 我只是希望对方好 或者是我的 就是你知道我比较熟的人 我只是忠心的给他一些建议 可是我讲完之后 我就会觉得天哪 我真的是个讨人厌的人 我 为什么我讲话会那样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 我快要爆 就是我脑子快要 就是爆炸 因为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刚 就我会后悔你知道吧 我会后悔我刚刚的举动 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这样的双重人格 然后注重细节 我真的还蛮注重细节 就那种小东西 我觉得尤其是你知道那种衣服 或是什么鞋子 只要一点点东西 滴到脏 反正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注重细节 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 就是我觉得是 就是天秤座真的就是会 尤其是像在他自己 比较care的一些地方 对 好 这个勉强 有一个我真的觉得好笑 就是重视存在感 就是说 我会自我批评 但是其实我的自我批评 是想要被赞美 全世界人都想要得到赞美啊 应该不会只有我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 有点算是 还好 对 然后外貌协会 外貌协会 你看 准 然后朋友很重要 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没有朋友 你不要吵 然后怕麻烦 不喜欢争吵 谁不怕麻烦 谁喜欢争吵 可是我真的很怕麻烦 那只是可能因为你比较懒惰吧 懒惰也是其中一个 也是有说我懒惰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什么 反正他意思是说 就是说 我 我比较怕麻烦的意思就是 我比较不会吵架 就是我就会一直忍耐 然后忍耐到最后 我可能就 就自己默默的飘走了 我就不会再管这个人 你好 飘去了 飘去了 你变成鬼吗 对 就是我就不会 我就是不属于那种 我会跟人家正面冲突 就是想说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 然后干嘛跟他讲那一堆 就是如果 没有啊 哈哈 那这样我对你还抱有一丝希望啊 结了婚就不一样啊 哈哈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 因为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你吵 我觉得我今天 值得跟你吵这一架 就表示说 我觉得我还会继续跟你结婚 如果蛋白 麻烦你不要觉得值得 我可以避免要这个吵架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要跟你离婚了 所以我就 我就不会再跟你吵了 我就会 我就会赶快准备一下 那些离婚的东西 那我就是飘走了 我就离婚 然后呢 就是爱漂亮 可是问你是哪一个老婆 不爱漂亮 所以啊 谁不爱漂亮 哪个女生不爱漂亮 对不对 很多男人他也很爱漂亮 现在 对啊 然后思维跳躍 不是我吗 你是不是收回我了 没有 他就说我 对我就说很奇怪 他会把天秤都跟穿米 所以嘛 我这个东西 然后好脾气 好脾气你刚才为什么要吵架呢 可是我觉得 我的坏脾气是被你养成的 就是我还没认识你之前 我是很好的脾气 然后不黏人 这个确实不黏人 不黏人对啊 因为我就是想要做我自己的事 我会想 工作的时候不会来烦你 就非常好 然后对于爱情包容一切 我真的有包容一切啊 你看你 你那么白磨也就会包容 然后讨厌过于激动的情绪 我是真的这样 我很讨厌在外面跟别人吵架 谁喜欢在外面跟别人吵架 没有 因为有些人就很激动啊 有些人就会想当下就要吵 然后公平 我真的没有公平 天秤 他为什么叫公平 我真的没有公平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你法官是不是只有天秤中的人 才能去当法官 我真的没有公平 对不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 不没理解 我觉得像我的话 我就真的是 我觉得是有自己的偏好 对不对 在我看来 星座有些 我觉得星座 可能有它的一些特质 我觉得很愚蠢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按它按照这个星座的名字 他一直来定性一些特质 天蝎座 他就是很毒 天秤座 他一定要公平 双子座 他就是神经病 这个我不能接受 对不对 没有办法 谁也说服不了我 还有一个 选择困难 可是每个女生都有吧 例如说你要买 你要买衣服跟鞋子的时候 对啊 你就一定想说到底什么 而且你有选择困难 我没有啊 你有 你买东西的时候 有谁不知道要买哪个 我买相机的时候 不会不知道买哪个 然后天秤座婚后呢 老师怎么说 出门好兄弟 回家小女人 回家也没有小女人 回家没有啊 生活有趣 充满惊喜 就是幽默 非常的幽默 理性 不自我中心 也不过度依赖 理性什么 不自我中心 自我 这个自我中心 但是不过度依赖 是真的 自我中心我哪有啊 你才自我中心嘛 这个东西就是我只会想到我的事 就是我不会管你啊 他是我啊 对啊 你就不会管 像我就会觉得 你看我是reasonable 我刚刚就是觉得 人太多我就不去逛街了 我就走了 那当然人那么多 去逛干什么呢 如果自我中心的人 他就会觉得 我就想要逛了怎么样 那不OK啊 那就不能结婚了 不会 他就是想逛街 那你不能 那他就找一个老公 就是不会care 人多不多的 他不就很契合 不OK啊 所以你看星座是不是很准 然后就是专情 子星踏地 有品味 好的生活品质 舒适度高 舒适度高 舒适度高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就是说 就是说我会打扫家里 然后也会 也会做那些家里 这会会 家里该做的事 但是我不会要求说 家里一定要一尘不染 对他没有解癖 然后初女座也没有解癖 不能因为他叫初女座 他就有解癖 就是这样 你觉得准吧 有准也有不准 就是这样 因为准的地方 我觉得是人的特质 有一类人会有这样的特质 那会不会那一类人就是天秤座 那一类人就是结婚的人 会安定下来的人 通常会有这样的特质 我是这样觉得 那老师就总结一下 就是你知道 风向星座在一起 就是天秤座双死座在一起 为什么是90分的夫妻呢 因为呢 我们在一起不容易吵架 看别的夫妻吵架的时候 然后就是吵 不是说真的看他们吵架 是看他们吵架的议题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不会 为那种事情吵架 他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 你就是因为 我每天都配合你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你才在那边狗大声 你话不要这样说 对不对 没有良心 夫妻都是互相佩服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那你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没有我没有不知福 我就说很准 我觉得老师讲很准的 我们是不义吵架 我真的觉得对啊 然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生活充满乐趣 充满乐趣是因为 比你比较幽默的关系 可是很白目的是 只有我们懂对方 就是我们 只有我们懂对方的乐趣 那你这么说 其他人觉得我们没乐趣 哈哈 其他人觉得我们幼稚 然后我们会 比较容易可以互损 然后生活舒适度比较高 就是说 因为你会 就是你会互相 就是两个人是会互相 不会说坚持一个自己一定要的东西 最转 然后比较有艺术气息 那只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行业 是跟这个有关 然后关于吵架呢 风向夫妻吵架的部分 就是必须其他夫妻的结合比较 频率比较低 然后吵架呢 也不会就是隔夜 就是当下吵一会就算了 就等下就好 就睡觉前一定会好 不会说睡觉的时候还在那边吵 好像是没有过 对啊 对就是老师总结的 关于天秤座还有双子座 然后还有整个风向夫妻结合 所以风向夫妻只要结合 都是分数都很高 是这个意思吗 嗯 我也没有差其他的 但是就是应该是 反正双子座跟天秤座非常的合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 目前看来是非常准 我们气格度反正还没有离婚 所以我全部讲完之后 你觉得你还会相信星座吗 我没有相信星座 星座这个东西 就像我刚才讲的跟鸡汤一样 就是说你的生活 可能有些不如意的时候 你想要寻找一个心灵的慰藉的时候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去选择看星座 反正如果大家也是有兴趣在看星座 就可以看一下准不准 反正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玩 就算是一个娱乐吧 因为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看一下老师什么的 我就觉得算是 对我觉得就是帮个娱乐看 对对 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就是相信 就是说 你这样你要遭受到我 你要选 你要选点赞 你一人是相信 或者像我一样不相信 我的意思是不要太相信 有时候可能会甚至说到你 什么倒霉前几名 然后什么 你会亏财 那种预测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要因为那种东西影响心情 因为你还是可以扭转你的命运的嘛 所以你就是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座中 对对对 就是但是个性啊 什么之类的分类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 对就是这样 你们还是比较相信星座 我们也蛮相信的 我每个礼拜都会看老师讲解 对呀 我看你们好多人 我都有发表老师在飞出的角度 你们很多那个谈话性节目 都有讲星座 对呀 星座是跟你讲最好看的 对呀这个 这个 对呀 这个还是有文化上的差异我觉得 你们就没有 我们没有 对对对 我们没有很相信 但如果有 风向星座夫妻跟我们一样 天秤座加双子座的话 你如果想 欢迎 欢迎 你如果正 你如果正在 跟双子座的男的谈恋爱 或者天秤座女的谈恋爱 想知道婚后会怎么样的 对不对我们可以再做一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深入的解析一下我们的生活 好 我再补传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现在正在跟双子座的 老公 不是双子座的男朋友 然后你在想说 到底不要跟他结婚 结 哈哈 Spoiler alert 就是结 所以你听到老师说 你都负评但是 我觉得还像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你看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 相信自己的直觉 就是 直觉 对 直觉 直觉 对 哈哈 就是这样 好 如果就是说 你们想要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再讲 做一期 我们这期时间 有点长 再做一期 我们细节 结婚后的细节 风向星座 婚后的细节 或是什么 其他想要讲一些其他星座 也可以 因为我们也可以邀请 我们其他星座的朋友 好 嗯 就是反正对星座 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下去 因为我真的觉得 星座蛮好玩的 哈哈 我我我继续 呃 那个留言终结者 哈哈哈哈 好 哈哈 好 好 Good 我们 不吃香菜 对 我们不吃香菜 不吃香菜 我们不吃香菜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店 哈哈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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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